聽著的兒子林如斌帶著手板 第一次親自解釋 為什麼當了快四年 沒薪水的縣長特助 沒得起兩千多萬的透貼別墅 因為縣長爸爸又贊助 一百坪別墅土地構置958萬元 房屋建築金額一千三百二十三萬元 購物總價兩千兩百八十一萬元 2019年及2020年縣長老爸及媽媽 還贈予他七百五十萬元 其餘一千五百萬元貸款 他自己背 貸款乘數來到六成五 但是額度高在野陣營 又羨慕又嫉妒 從曾從凱提供的實價登陸資料來看 林如斌以及哥哥的聯動豪宅 購兌價格分別是每平九點二萬元 及九點一萬元 林靜地號則是每平九點六萬元 到十一點八萬元 不只價格有落差 也與林明珍對外所說的 一平七萬元都不聾 縣長林明珍曾經表示 因為快退休加上老家破敗 因此贊助兒子買房 這也是財報上現金存款 減少七百多萬元的原因 但是第一時間他又舉例 立委縣長選舉 拿到一千四百多萬元補助款 企圖證明買別墅的財力 不是問題 卻讓議題失焦 遭到在野陣營連日質疑炮轟 父子兩人這才擠牙膏式的 三度對外說明 三立宣無故於南投報道